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环节有哪些 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到了有几点 那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数位串流播放器 透过APP去操作的方式也好 或透过资源RUN的这种方式 甚至采用这种DAC 用RUN的播放方式来做使用 那这个DAC以及这种串流播放器 都存在了DA转换的一个问题 可视为是在数位串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各大厂都推出各式各样的DAC的转换器 越来越使用这些数位转类比的晶片 而且各家厂商所选的这些晶片 也有自己喜爱的这些晶片的厂家 那这个都是数位类比转换器的部分 能够得到好声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这个数位类比转换器呢 变成是一个大家要去开发的一个方向 传统的这个像是CRT电视的时代 到这个数位液晶的那个年代 大家一开始看这个液晶电视的时候发觉 这个液晶电视看起来它的类比性 并没有像传统这个CRT的这种印象管的那么好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数位的平面电视 已经发展到4K、8K了 所以在DA这一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过去我Vision有介绍过几台DAC 那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可以参照我之前介绍的这几家机器的影片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网路交换器 那网路交换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实数位串流播放这一块 依赖了这大量的网路的方式在运作 无论你是用这种Roon的方式 或者你是用NAS的方式来播送 或者是你在听这种平台音乐 像是 无论是Apple Music或是Tidal或Kubus 或者甚至Spotify这些串流音乐 总结起来都还是要经过这个网路交换这一块 你可以想像是说我们要喝水 原本的水是干净的 可是透过这个水管的运送过程当中 水管产生的污染 所以一样我们得不到好品质的水质 讲了这样一个论点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网路交换器这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单纯这个水管的这个问题 它还有资料的这个复制转换的问题 那所以网路交换器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资讯交换的一个集中地 在资料的这个传送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产生一些补差 Eason在这边也看过很多的一些数据跟研究 其实你只要把它放大下去看 这些方波其实都有存在一些很细微的干扰 路交换器它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把这些讯号 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过滤跟消除 好让我们这个讯号之间的传递能够更精准 更明确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音乐在数位列比转换的过程当中 减少更多的损失才能够展现出更好的音质 除了这个网路交换器的设备 我们先前有拍过影片像之前开箱分享的送 网路交换器本身还可以外接时钟 其实每一个数据交换器它里面都有内建一个时钟 那这个时钟的好坏的精度就会影响到传送跟讯号复制的这个品质 那各位观众也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的 这个下面的这个是我们的网路交换器 在上面的Ferun的线性电源它是可调式的电压 还有我们的法拉利的这个超级电容型的线性电源 它是固定恒压式的 以及像我们EA Hybrid这个电池式的 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线性电源 在音响设备里面电的部分一直都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在整个稳压的部分跟整个滤坡的部分 跟整个线路的工作的稳定性 接下来是第三点是我们的播放串流这些平台 串流平台其实它的音乐的档案 格式也好都会影响到我们在播放的品质 在串流还没有开始之前 用MP3的方式在储存档案在播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压缩的档案 有一些用CD的人他们要转向串流 就会开始用这个CD去把它RIP成档案的方式 转成是一般的Wave档也好 或是AIFF就是苹果专用的他们的档案格式 那甚至还有把它转成像是Blake这些无准压缩的档案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比较高原解析 像DSD或DXD这种输位档 如果说录音的品质是好的话 那当然是以越高会员解析的方式 它能够回放出来品质就越好 比如说你放在Spotify跟放在Apple 跟放在Tidal 我相信也有一定的落差 在我们先前我们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根据不同的平台 那同一首歌来听到底哪一首歌听起来 在哪一个平台播是最好的 那所以说有时候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系统这么好 为什么播起来不好听 那你要反思一下你播的是什么样的档案 这一点的话也提供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 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说朋友彼此有互相分享 同样一首歌都有存在了好几种不同的档案 大家一直误解就是为什么这个串流音乐 有些你听得比较好听 为什么它听得比较不好听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不同的档案车呈现出来的声音 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那第四个就是线材的部分 不论是国外媒体或是台湾的各大杂志 其实都有在讨论到有关于网路线的问题 那甚至有一些网路线的价格 比一台串流播放器还贵 那这些东西其实会碰到一个状况 有些人换了有效 有些人换了没有效 差别是在于是说 你要先检视到你的系统够不够完备 简单讲就是说 你的扩纳机跟你的喇叭 还有你的播放器 还有你的空间条件 都已经架构好了 之后再去更换这些网路线也好 或是线性电源也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整个工法上的顺序才会是对的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而且比较能够听出说 这些线材的改善 那这一点也是提供给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换这个线不用 换这个线没有用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要反推回来 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在还没有弄这些电源线也好 线性电源也好 或是网路线也好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检视你的 搞不好你摆位也没有摆好 你摆放的位置不好 你的空间的这些基础条件 吸收扩散反射 这个部分也没有处理好 所以你本身你的空间条件很差 然后底罩也很高 你这样根本细节就听不出来 那有关于空间的选择的部分 一神之前也有一支影片 介绍这空间的部分 那让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 如何让你的养生道系统发挥出好的声音 那最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串流的部分就是要注重一些细节 一个就是我们的DAC 或是数位串流播放器的等级 然后第二个是在网路交换器的选择 还有就是播放的档案 以及串流平台的选择 到最后的这些线材 这个网路交换器的这些网路线 甚至它的线性电源的部分 那这边一神建议是大家是这样子 就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你是先买串流播放器 再去找网路交换器 或者是在搞线性电源 搞这些线也好 或者说你先去搞这些网路交换器也好 或者是这些线性电源 这一端把它弄好之后 然后再回推到DAC 或者是数位串流播放器这一端 这些要件基本上我们都要南瓜这些几个特点 都要去注意到整体的串流播放的部分 才能够把你的声音做得更好 听到更真实而且准确 品质更好的这个串流音乐 那其实串流时代造福了很多这些 过去可能用CD的人 他们听不到这么多的音乐 透过串流平台提供了更宽广不同的这个版本 让我们所有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 能够得到更多的音乐服务 是很大的幸福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也到这边 那也谢谢你的观赏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